欢迎收看地球黄金线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曼妮潜艺 在我们人生旅途当中 年轻的时候买车 可能是为了方卡 为了玩乐 为了自己的快乐 而开在路面上面 那等我们长大 有了家庭 有了小孩之后 可能就是为了家人 占了一大部分的原因 那通常我们生了 一个小朋友之后 还会再生第二个 小朋友 那有了这个二宝之后 车子的选择 可能又跟一宝截然不同 我们今天的来宾 通常应该是说 标准的全部都是 二宝爸爸 对不对 好 我们先来问一下 这个行男 如果我们要选 这个二宝的车子 通常我们会在休旅车 跟旅行车之间 做一个抉择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选 我觉得以我自己 过来人的经验 因为两个小孩都大了 你画的那两个是什么 就是两个小小孩 我就会选 Vagon旅行车 我觉得就是放后面 两个有个baby chair 安全椅 然后在后面行 其实现在我们讲过 很多是旅行车 就是用长度 换取休旅车的高度 所以我觉得 以旅行车来说 坐两个小小孩 安全椅的话 我会觉得比较是 那如果小孩 现在很大 一过国小 国中 可能就跟我们现在 身材差不多了 那我觉得就 休旅车 坐起来 还是会比较 空间感好一些 所以你的就是分水岭 大概就是国小的那个高度 小小孩 或者真正的大小孩 就是要换车这样子 好 那那个葛兰特呢 是 如果当然 以我的角色来看的话 就是站在改装的一个角色来看的话 我原则上 我会比较选择旅行车 虽然说 SV车本身的空间比较大 可是因为旅行车 它的线条 以目前来讲 其实大家每个品牌的造车工艺 都慢慢在提升 现在旅行车的线条 其实不像以前那么的笨重 而且旅行车经过改装之后 他的这个展现出来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氛围 包括他的吸睛的程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旅行车会比较吸睛 所以如果你今天本身是一个有家庭的 然后你想要拥有一台 可以展现自己的想法的车的话 旅行车绝对是比较好的选择 虽然通常我们生了二宝之后的爸爸 都没有太多的想法 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下去 好不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老爹 如果二宝的话 好底盘加帅 对啊 很正常吧 哪个男人不喜欢帅的车 那现场这两台都很帅啊 是是是 对不对 然后还改成这样 是不是很帅 再好底盘 这一定的啊 你看这两部车 两部车应该都是纽柏林 这个就是各自集聚的 单圈之王 单圈的王者 对不对 这台也是啊 对 然后这个M3更不用讲了 然后250匹是这样啊 我觉得是因为你知道SUV 对 今天讲二宝嘛 所以代表就是说除非你离婚啊 不然你家 你车上至少三个人 没有会加入新的成员 也也对 那四个人 那你四个人 你有个250匹理论上 你有时候心情不好 想要超车还是比较好用 是是是 然后就是SUV 所以基本上就是动力 我觉得至少要200吧 200以上啦 250匹只要比较够用 又要帅 那底盘又要好 那开起来才不会想要睡觉 都不能睡觉了好不好 睡下去就大概就长眠了 对对对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Rick 你为什么选 旅行车 我旅行车我会选第一个 但是其实跟我跟行男 大概会有相同的那种 应该说方式 或者是之后选车的方式 就是假设小孩子大了之后 有可能会被迫 就是选休旅车 但是休旅车的话 可能是七人坐的车型 就是我内心还是喜欢 旅行车比较多啦 所以所以变成说 假设小孩子的话 当初可能小一点 然后他们两个坐在后面 其实空间是很宽敞 因为旅行车还是有车厂 车内空间这个优势 可是有时候 如果小朋友大一点点 或者是他们两个小朋友 比如说很多 我相信很多家长 都会有这种经验 就是小朋友在车上 如果时间久了 就开始会斗嘴 开始会吵架 你们觉得后面好吵 可是你吵到那种 你开车的时候 那种收音机 音响那种声音 都还不够他们 都不够他们发挥 就觉得很吵 所以假设有一台七人坐的休旅车 让他们一人可以坐一排 其实也可以这样运用 我知道如果旅行车跟休旅车 还有一个好处是 因为如果放两张座椅的话 我看我朋友的旅行车 因为旅行车的这个比较近一点 所以两个手还可以这样打来打去 可是SUV的话 分的比较开 就比较打不到了 对 这个是给大家参考 那今天葛兰特 其实有带来一台很厉害 很猛的一个旅行车 对不对 这个车主本身也是一个爸爸 也是就是有小朋友 那他的车呢 其实我从他的车的外观 完全是看不出来 他是一个爸爸 是 这个你刚刚我们解释一下 就是这个车子厉害的地方 再来是这个M3 Touring 对 现在非常畅销的一款车款 其实当然这台M3 Touring 一出厂 大家就会被他的这个彩绘 所深深的吸引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彩绘的由来 其实这个彩绘 我们看到他的侧边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42 46的一个号码 那看到这个46 如果你本身有在骑重机的话 二轮重机 应该就很容易辨识出 他就是一个Russie 的这个车手的一个号码 就像我们篮球 看到23号 想到Michael Jordan 也是一样的 那Russie 其实他原本是在 二轮街的一个传奇的车手 那他退役之后 其实他并没有离开赛车界 他还是在这个赛车界来活跃 但是他转为 变成四轮车队的一个老板 然后他的车辆 是采用这个M4 GT3的一个厂车 那因为车主本身非常喜欢Russie 也非常喜欢这个车身彩绘 所以他就请台湾这边的这些彩贴 彩绘的一个设计师 想办法从双门的厂车上面的彩绘 移植到自己的这一部五门的旅行 就是同样的风格 帮他重新设计一下 对 那这样的彩绘 其实也曾经在BMW 国外的半官方的IG 帐号上面出现 所以代表这一台车 这其实在国外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一部M3 GT3 就原厂都有认证 所以这个真的是做得很好看 而且他其实很像 我们去欧洲的那个警车 这种很鲜明的那种色彩 做得很棒 对 而且这台车开在马路上 绝对是可以帮四龙做美化的一个样子 那当然我想这台车会这么吸睛 除了本身 它彩绘过特别之外 他的整个车子的改装的套件 也都是一时之许 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台车到底改了哪些东西 首先在车头部分 他大概装了一个改装的三个范围的一个部件 首先是在这个水箱护罩的部分 就是M3 Touring的一个非常标志的 大鼻孔的水箱护罩 那原厂水箱护罩上面 比较多格杂 那改装的话 包括国外很多的改装品牌 其实都大幅度的 删减了他的格杂的一个数量 然后利用碳纤维的这些材质 让整个车头看起来 有点像厂车的一种氛围 而且进风量应该看起来会更大 就有点像是不断在吞噬车头前面的空气 到车子里面吸进去 对这种黑洞的那种视觉 而且必须说 因为他刚出来这个大鼻孔 我们看的真的是很不习惯 好像吃虾子会痒的那个感觉 但是现在说实在话 现在真的是越看越盛眼 甚至我觉得大鼻孔很好看 很适合他 我觉得这个就是BMW设计上面的功力 就一看就是这就是非常有特色 对 没错 那另外除了这点之外 还有钱包管下面的这一个 前下老流也换过了 然后左右侧边的这个进气孔 这个碳纤维这种纹路 其实都是换过了 事实上我们在改空气套件的时候 我们再看一个空气套件 到底设计的好不好 其实不只是看它的造型 还有看它的密合度 大家想想看 如果这个东西装在车上 一滴滴滴滴 缝很大的话 再怎么高贵的一个空气套件 我们会觉得好像没有办法登大雅 就是密合度不好 我还要自己去买 短片在那边骑很麻烦 对 那密合度看哪里 密合度就原则上就是看这些接缝 这些接缝 接缝越小越好 那以目前这一组套件来看 其实它的密合度都是非常棒的 其实你如果不说 我觉得它是官方出的 因为他这个真的是做得很密合 对对 非常其实整个套件的部分 也帮这台车增加不少分数 没错 那接下来在底盘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底盘 做哪些改装 因为这个车高是不是也有降低 因为它看起来就是比原厂的 要低趴很多 讲到重点 其实M3Turing 它原厂配置的是电子阻尼旋轿 对没错 那它这个避震器软硬 可以根据我们行车的模式 自动去调整软硬 因为我们去试驾的时候 而且它可以调非常分明的那个感觉 好 那其实就非常适合好爸爸来用 因为你在家人的话 我们就调在conform normal的模式 会比较舒服 那我们今天如果要稍微去跑山的话 就调到spot或制定的一个模式 相对来讲 它避震器就会自动去调整它的软硬 那这么好用的东西 要把它换掉吗 当然是不要 可是我又想要降低车高 那怎么办 怎么办呢 很简单就是把弹簧换掉 因为车高是由弹簧来决定的 所以车主要特别选择了 艾把的短弹簧 保留原厂的减震筒 就可以一举速 所以它原本的设定 通通都是可以运行的 它只是车高降低了 降低下来 然后因为艾把短弹簧 也特别针对专车专用来用 所以乘坐起来不会特别的硬 可以兼顾操控跟舒适 这样的一个需求 那轮圈的部分呢 它选择是一个 大家都知道了 BBS LMR 双片的锻造 锻造式的锻造式的 那个轮圈 那为什么要做双片呢 最主要就是为了让 双片的轮圈 它就是外圈跟中心盘 是可以分开的 所以我们看到中心盘的周围 都有一圈螺丝 是 就是用来固定 那个是真的螺丝 它不是黏上去的 对对 那这是有穿透的 它是可以拆卸的 那为什么要做双片 最主要是要设计 这种踢存的感觉 以前就是我们车去的时候 那里越宽越厉害 对对 就是要放一些东西上去 对而且你知道吗 轮圈是会转动的 你看看 它当在高速行驶的时候 这种踢存 所展现出来那种耀眼的样子 其实就是一种工艺之美 然后我们再往里面看 这个碟盘 这个碟盘看起来好像脏脏的 对对对 好像没洗乾淨 事实上不是 这一组碟盘 是变成原厂的碳纤维碟盘 对 对那我们之前在节目中 也介绍过碳纤维碟盘 它的优势就是 它重量比原厂传统的铁盘 还要大概轻一半以上的重量 所以其实运用在街车上 不全然是为了刹车 是提升刹车的功能 更大一部分是为了达到轻量化的效果 让这个避震器以下的重量 可以减轻 那减轻之后 我们车在加速 在起步都可以获得更轻快 那接下来我要讲动力的部分 我先把引擎开 好没问题 因为这个车 其实说实在话 刚刚有在跟车主聊一下 其实它本身的设定 balance已经非常非常的好了 它能够升级的部分 就是个人的取向的部分 会比较多一点 不然你原厂买回来直接开 哇这个车已经很棒了 对 那我们在正式介绍这台车动力改装细节之前 我想要先跟大家提一下 这一颗S58 V30的引擎的这个改装的潜力 那这颗引擎其实目前已经大幅运用在M2 M3 M4跟M3 Touring的上面 因为它非常稳定 对 这颗穿涡轮的增压引擎 它原厂输出的是510匹的马力 对 那这颗引擎其实在国外 包括国内很多改装厂的摸索之下 发现这颗引擎改装潜力 其实非常好的 大概可以到多少 对 我举那个德国改装大厂G-POWER G-POWER大家都有玩编 大家都知道 他们有推出一个作品 它的套件名称叫GP720 就代表它已经将这颗引擎的最大马力 推升到720匹 那很厉害 对 多出了210匹 它怎么做到呢 其实它没有做太大幅度的变动 它只将ECU电脑里面的程式重新做调校 然后把排气管里面最塞的这个触媒转换器换成赛车触媒 然后将中尾段排气管来换成口径比较大的 然后尽可能降低排气压力跟阻力之后呢 就做到了720匹 这么厉害 等于它的缸内的部分 它完全套缓什么东西 活塞完全都没有去动 连涡轮都没有动 涡轮都没有动 太厉害了 就可以直接做到720匹 那很超值 那么过来这台车上 这台车因为车主顾虑到保固的问题 所以电脑并没有去刷新 电脑程式没有刷 但是它在进气 在排气的部分都有做改装 那进气的部分 它选择是老品牌 Groove M 这也是B&W车迷 大家都知道了 Groove M的一个进气的套件 那整个套件 外形是覆盖的面积非常大 从这边一直到中央 到另外一侧 看起来就像一个什么 羊角一样 羊的角 供养的一个羊角 那改这么复杂 大家可能想说 不是弄一根旅馆 装个香菇头就好了 这样就算是改装进气了 为什么要弄那么复杂 第一个在提升进气效率部分 它这个盒子里面 它装的已经是香菇头 把原厂片状的这个空气粒心 换成立体方向 它等于是藏在这个里面 照它的形状去做 藏在这里面 然后换成进气更顺畅的香菇头 而且因为碳纖维本身 它有很好的隔热效果 所以可以尽量避免 里面的香菇头去吸到热气 而且不只这样子 你知道吗 前面这边这根管子 它里面是进气管 它可以直接从车头 这边的大鼻孔里面 把空气灌进去里面 所以我们在高速行驶的时候 它可以达到更好的这个中风 主动进气的功能 然后旁边这一个 这边还有一个洞 对 我们高速行驶的时候 我刚刚就有在看这一个 这个很聪明 对对对 它风可以从这边灌进去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可以从这个地方 可以吸气进去 对对非常厉害 所以这组套件 其实不愧是致命大厂推出 而且形状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对整个引擎式的 这个战斗气息的提升 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个饱满度非常的好 对 然后这是它进气部分的改装 那接下来我们往后面看好了 它的这个turing的车型 从侧面看 它就是非常漂亮 它的比例就是刚刚好 就是我们的这个三比二的那种那种感觉 然后它的里面 哇 这个那一桩打开就太吸引人了 对 你看这个亮橘色的赛车椅 看到这赛车也就知道 他车主在选过车的时候 有选择resing package 对没错 才能够有这两张这么漂亮 因为我记得当时候刚出来 这一代的这个M3的时候 我们就被那个椅子所吸引 那个椅子也太帅了吧 而且我们本来以为很硬不好做 结果做了之后 真的是觉得很舒服 对很舒服 然后该有的功能都有 然后不管是包覆性或者是支撑性 或者是造型的部分 其实除非你想要再追求 更好的轻量化效果 可能是选择这种改装的 这个不舍得改 对 否则这张椅子应该可以满足 九成以上车主的需求 而且马尼哥你知道吗 车主顾车顾到什么程度 你看这个安全带这里 对 包括我们大腿的这个地方 这看起来跟椅子同色的这一块皮 是这个是车主另外在花钱请人家做的 有有有 这看得出来 就这一块 他上面有包覆了一片 我从那拉起来大家就看到了 没有 他是那种自粘的那个感觉 对 所以他是为了保护了我们的这个侧 侧边这个侧翼的部分 上去的时候磨损 这个太用心了 我替下一位车主先感谢他 可能他不会卖了 这地方因为我们上车的时候 有时候裤子都会磨到 通常我们的新旧 有没有顾车看那一块就知道了 甚至有磨破掉都有 然后这个安全带 这地方是因为我们系安全带过去之后 其实经常都会磨到 所以车主非常用心的把它包起来 其实看得出改车的人 其实都非常 而且他拿了车 他就跑去拜拜了 有没有 穷个平安 这是一定要的 因为车主是高雄人 是是是 这个一定要的 然后接下来是后座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后座 其实这个turing的车子 有很多人说 这个好像年轻人车子 其实没有 其实他的后座的表现 跟整个家庭塞进去 其实都还是非常有余裕的空间 那后座座椅其实也看得到 他跟前座都是一样 都是亮橘色的一个配色 那还有就是我刻意把 另外那边的座椅放下来 其实他整个平整度是不错的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放 比较长行的东西 其实他是可以拿来放的 然后还有旅行车 相对于四门房车 或者是双门的这个 轿跑车来讲 他有个很大好处就是 今天如果说你车上有坐baby 老婆可能坐后面 那baby有可能半路上会肚子饿 对 他需要喝牛奶 他可能需要换尿布 那妈妈就直接转个身 就可以去后行李箱 把东西拿到前面 这个是这个turing车型的一个重点 就是后面比较方便拿取东西 不用说老公旁边停车 我再跑下去拿很麻烦 很麻烦 而且有些地方是蛮危险的 对 没错 这个就是turing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优势 这是这个内装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这个车顶行李箱 其实我觉得开旅行车 一定要装一个车顶行李箱 怎么说 因为这个车顶行李箱 他要选对品牌 要选对样式 那目前我们看到 这是PACLINE的这个车顶行李箱 他是目前我接触所有车距里面 算是能建筑最高的一个品牌 然后也是深受许多改装族群喜爱 为什么 因为他做得够扁 对 做得够流线 而且又不影响他内部的空间 还有他在开的时候的那种竞速性 竞速性 对不会有一些风气的声音 然后空间部分也至少都有400公升以上的一个空间 然后整个造型的部分 其实都可以帮这台车 帮旅行车增加不少 请问一下他的烤漆也是自己另外烤的 对 这个烤漆也是跟车设这些 这烤漆是尽量跟车设是相同的 然后才会都是有一个一致性 所以其实看得出车主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用心 非常仔细 对 这是旅行箱的部分 那我们说到车尾的部分 车尾看一下 这个车尾就是他的重点 对 车尾其实我相信M3Turing会买的人 很大部分都是因为想要他这个车尾的线条 没错 那就刚刚我刚刚提到 现在车厂在设计旅行车的部分 其实都越来越年轻化 对 整个曲线的部分都没有像以前那种 烤漆上在开车的感觉 对 都非常年轻 那M3Turing他有个好处 他这个后面的这个玻璃 是可以单独打开的 这个就是他的特色 包括他的一些竞品的对手 其实好像都没有这个可以开 对不对 那这个本来我们也觉得打开要干嘛 有什么用呢 但后来你使用之后 葛兰特跟大家分享 这个有多好用 对 你知道吗 我要拿个东西 我这样伸进去我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我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这车主 因为有时候他的底下的这个部分 你盖下来之后 你要再挖他里面东西很麻烦 或者是我们去露营的时候 有时候会往这样堆 这个有点像什么大卖场的冰箱 你的容量就可以放很多 睡袋什么 就会一直丢进去 可以开这个窗户 它也不会掉下来 而且每次车去 他们没事就一定要把这个窗户打开 对 因为别人没有 对啊 对啊 这这么帅的一个东西 而且我如果只是简单拿个东西 我不用整个尾门打开 我只要开这个就好了 对没错 那当然他把它关起来之后 他有一个安全设计 我今天如果要开下面这个尾门 我必须要把这个门关起来 我才能开 他有个防呆 不会让你去卡到别的东西 玻璃如果伸上去 我开他就撞到 对没错 玻璃就破掉了 所以他原厂有做防呆 那我们看一下内装的空间 其实后行李箱的部分 不敢说很大 但是绝对是可以满足八成以上 这个可以了 这个二宝 这个两台这个车子都可以进得去 然后还有一些尿布啊 或者是一些牛奶粉等等 都是可以 但是可爱的 后面这个排气管 请你帮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可以这么的帅 对 这排气管部分呢 其实车尾的线条部分 因为车主他非常喜欢 M3托轮原厂线条 所以他并没有做大幅度的梗洞 那我们看到后保管下面这边 他这个是后下扩散器是改装的 这个比较立体 比原厂还立体 是 然后另外还就是两个双边 四出的一个排气管 这个是我目前国内的FI 的一个排气管 他有保留阀门 这个颜色很漂亮 对 非常非常适合这一台车来使用 而且他有阀门的话 就是说 比如说你夜深的 已经回到社区的时候 你就把阀门关掉 因为宝宝已经睡着了 他就关掉 也不会吵到自己 对 就不用吵到 那另外还有就是这一支中尾翼 这一支中尾翼也是车主 另外在加装的 而且你看哦 他连彩绘在这边都有延伸上 在这个地方 其实整个尽可能的去把这个车身 才会 车身才会坐在这一台车上 非常漂亮 谢谢葛兰特帮我们介绍 我觉得这个另类的也是台湾之光 可以输出到国外 让他们看看我们台湾 也有这么漂亮的一个车子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 这个老爹 那个我们最近知道我们这个BMW 也有M5的Turing 还有这个RS6 他们之间呢 我们要怎么来看这两台车呢 我觉得这两台在性能迷 老实讲 我先讲 因为早期呢 你看从那个C 就是我讲代号 C5 C6 C7 到现在算是C8世代的RS6 对 基本上在车迷 就应该讲说在性能迷的心目中 有一定的地位 应该讲说 我要买这个尺寸的性能 旅行车 第一首选一定是RS6 他是王者 对 一定是RS6 那而且会选AVANT 就说这样的一个配置跟外观造型 我觉得是他们喜欢的 但是 在这几个世代里面呢 BMW的 你看从E34 E39 E61 到F世代的旅行车 基本上我觉得好像 感觉性能迷 好像买的机会 频率跟意愿都不高 但是在这一代呢 我觉得这一代其实我觉得以动力来讲 以底盘来讲 还有包含他这个整个外观设计来讲 其实我觉得有让我眼睛为之一亮 但是他的0到100加速反而输给RS6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车重比现行款的RS6多了五百公斤 你知道他来到两千四百七十五 RS6是两千零七十五 大概大概差了四百公斤 对 这个四百公斤不是说我这个0到100只输你0.2秒 我刚讲RS6虽然他只有630匹扭力81.6 他0到100是3.4 但是M5呢 其实我喜欢M5的 就是他现在的插电是有点 因为他搭载一颗22度的一个电池 马达是有一光马达就有197匹 加上他那颗4.4的一个涡轮 重效有来到727 看起来觉得说爽度100 重点是我还可以存电行驶 回家的时候还不会吵到邻居 但是你看一下车重 我想说不太好 这个为什么0到100加速反而输S6多了0.2秒 来到3.6秒 想说原来他多了四百公斤 但是这四百公斤 我们常常讲说BMW是什么 他是赢在操控乐趣 对 Audi的车你会觉得说我怎么开 不管你是S啦 RS啦 RS3啦 RS4啦 RS6啦 基本上他开起来都推头比较多 但是Audi的工程师解释说 我RS我们Audi走的是安全路线 他有跨船黏在地上 对对对 那你在地上没有错 但是以我们来讲 我们会觉得他是比较推头 对 就那个驾驭的感受啦 对 那但是推头在Audi解释 我就说他比较是安全架势 因为转向不足比转向过度安全 什么叫转向不足就是推头嘛 对 转向过度就是车尾跑的比车的坏 那叫有点飘移 肩甩尾 就一边去护栏 那一边去水沟 两边都是 对 好 所以我就说其实Audi功能是解释的也没错 但是以操控乐趣来讲 我觉得还是编达比较好 但是我就说他这次多了四百公斤 可能是因为他加上马达的关系 加上电池的关系 再加上因为全新的科技 让我觉得这个零点二秒算了 我就就就我可以包容他一下 但是这个四百公斤可能对弯道里面的操控 因为他也变四驱了嘛 以操控来讲 不见得会占到跟RS6比起来 因为真的我们讲说这个马力重量比 你这个四百公斤 可能就多了很多的降低部分的过弯极限 所以操控乐趣来讲 我觉得可能是有打折的 但是呢 你如果说好 我今天不是要出去随时跟人家赎尾 我可能还是会选五系列 因为毕竟你现在有点吃亏 我说RS6 因为他是六年前的一个车领 六年车 对现在全新的这个G915G615系列 基本上 我觉得还那个整个内装 还是我喜欢的 那个科技感的质感 然后大萤幕 还有他的跑车座椅 然后两个红色按钮在方向盘 然后这个Carbon的这个马鞍部位 我这个也是跟现场这一台 几乎有得比 但是我可能会挑这一台 因为那五系列实在太大 没有让你挑这一台 对对对 我买不起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五系列还真的不错 谢谢老爹 因为这个其实你要怎么比呢 他没办法公平 因为一个就是差了好几年 对两个两个同样蹦出来就可以 但是现在我知道这个RS6 这个C7的这个中古的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去看一下 那个价钱还蛮甜蜜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我们在下一段呢 我们看完了旅行车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我们的SUV 而且也是有这个大改装的 我们待会回来呢继续聊 天香一流让距离不成问题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 刚刚看完旅行车呢 行南接着又要带我们来看另外一台SUV 但这个高度怎么看起来跟旅行车是一样的 降下来好像变微梗了 对我看起来这个不是旅行车吗 结果不是 这是哪一台 它其实就是Skoda大中小Codiak的RS性能版 这个看起来可以这么低趴 我第一次看到 因为它整个lowdown 你就会觉得好像变微梗 对好像是微梗的车型 其实也不难看 蛮好看 对 在国内比较少看到Codiak RS改装器 真的没有没有看过 但是因为它原本就是性能版 对有很好的性能 然后是5加2七人座 在外观上的话 基本上原本RS就有黑化的水灶 对 然后它大概就把这个logo 这一个小鸟头的logo把它把它黑化 这个蛮好看的 它其实原本就蛮运动感 所以它就算是加了一个小包 就是Maxim的小包 那前面就是我们讲的下巴 下扰流这个黑色的部分 有一个小logo 对 但是下巴还有做成那种两层的这种质感 对 它这一家的设计就是这样 其实这是前 等一下看到后也是类似这样 好像是多件事的一个造型 对 没错 然后再来灯就是维持原厂不变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把它引擎盖打开 它的动力部分有做调整吗 那基本上Codiak RS就是 集团最有名的EA888 对 原厂的动力 其实以这一台车的话 就是最高处理245B 对 然后37.8公斤米的扭力 那原厂的0到100是6.6秒 那这个车我们过去都试过 其实以这样的一个 盾位的车 开启已经是很轻快的 一个爸爸的就行了 那它里面也有进气的部分 骑管的部分 它其实我觉得你这么 一年多的车 其实它竞排气点 我全部都改 但进气就是现在很红的 Eventuring 然后全部都是卡绷的一个 里面有香菇头 现在大家都好高级 整个集气罩 让它的进气效率提升 我这几年 已经再也没有看过 像我们以前一颗香菇头 在那边 因为现在都大家都很讲究 涡轮车不要吸到热源 以前我们改车 可能就觉得要秀出来 但都没有想过 你吸到全部是热气 然后马力还斗孤了 就秀出来的看到 都是另外一半 那现在其实就是比较 真正讲效果效率的 改装的年代 然后本来这点火的烤耳 都是改装过 那有一些看不到的 比如说排气管 它从当派200目 让它有一个排气效率更好 然后中尾 它已经全部都改了 所以它前中尾都已经 基本上算是 然后在保杆里面的 下面可能可以 唯一可以看到 就是冷却系统 机油冷却 变速箱 然后把英特侯冷 加大冷排 全部都把它冷 都做了一个基本的提升 那蛮特别的就是 因为车还很新 所以它没有再去做一些 动力特别的电脑调教 因为其实应该也够了 它可以把周边的效率 我觉得像冷却做好 竞排气效率提升 其实无形中 我相信我推估 对引擎马力 已经有提升一定的程度 是是是 其实这个我觉得这种 因为你把它加到真的太大 你开起来 其实也不会那么的舒服 那最主要是家庭 以这个舒适为主 但是开出去还是要帅 对不对 是 这就非常帅 那现在就是我们常常参加车聚 都说变标配了 都要有气压 那其实原本Codya S的胎圈 是二三五 二十寸的 没错 那刚刚也有跟这个改装店家老板 聊说他原本是二十一 对 那现在直接又变二十二寸 这二十二寸 就他对视觉出来效果不满意 所以就升到二十二寸 这个二十二塞进去 其实也不会觉得非常非常 就是崩太紧 你知道吗 就刚刚好 对 其实说到塞进去 他们也有特别讲 因为这台车原本想说 我们遇过蛮多的作品 就是为了改漆 改大胎圈 要去动很多 你要拆内规 板件啊 不然要去切里面 他说这台车 有点先天就帮你赚票 不用动 所以他可以直上 直接就改 直接降 直下 你说这种算是好事还是坏事 不用做破坏 我觉得这个对车主当然是好事 而且里面这个卡钱也很棒 对 他这是二十二寸胎圈 而且看一下也是瑞士 瑞士的 单片断照 然后里面就是很大 二十二寸 看起来还这么大 表示尺寸是四百一的前叠 后面三百八 他这个自动系统应该非常棒 八活塞的 那我觉得对他这样的盾位 性能的提升 这也是必要的 对 因为刹车真的是 我觉得非常值得升级的一个项目 然后看到他这么低 一定就是气压 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他用那些气压系统 在后箱都会看到 因为他这个车真的太新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从他这个折线啊 各方面来讲 烤漆看起来就是完全就是一台 好像我以为是新款车出来 其实就是刚改款过 但是对 因为新改款还没出来 不知道造型 我们已经看过基本款 其实侧面没有变太大 其实差不多 头尾变蛮多的 头尾的细节差异 但侧面的车格其实差不多 对就是稍微有加长一些 车长加长 然后我们就先看一下 他基本上在前排的部分 车内的部分 车主其实也有做一些 简单的升级 那其实画面上会感受到有一些包含像是 几皮啦或是卡蹦的士板啦 红色缝线啦 赛车也这些全部都是RS 是原本就是这样的比较热血的氛围 那车主的琢磨的话就是在排档头 因为那个看起来远远看很像手排 他改了一个排档头 但还是原本的就是七速DSG变速箱 然后在波片上 原本也有 但是他换了一个金属 更帅气 然后也更好操作 比较大一点的波片 对那其实在驾驶座的方向盘 左手边还会看到 他有像是这个Air Lift Air Force 它这个气压的一个控制器 操控操控器 然后上面有一个比较大的 收的其实蛮好的 并没有太突兀的东西出来 蛮重视这样的一个视觉 我觉得像这种车主 他们最在意的就是那条线不能露出来 当然 所有东西都要干干净净净 对然后你看他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旁边的仪表 他也是接原本的OBT述讯号 所以动了这么多的动力 所以他把油温油压 随时都可以透过去 随时在行车过程中 把握住 那行来我跟你问一下 你觉得像这个二宝坝 他上面是不是也要背个鼠包 现在已经变标配了是吗 有的人的确是为了路可 标配像你讲 但我们也有认识一下 这个车主的需求 他是为了要用才装的 因为他我们刚刚讲他二宝 我们就直接开个门 直接就两张 两张小Riccaro 真的 内行的 帮小宝宝 从小就训练赛车椅 他就是四口之家 然后又很喜欢凹豆的露营 那当然后面有行李箱 那凹豆 我相信如果是一般成人 可能够装 但小孩我们都过来人 小孩的给系超复杂 超多的 磁喝腊沙 所有的东西 而且他确实很爱车 你看他那椅子的部分 全部都有做一些防护起来 那因为他真的要去露营 后面真的可能不够用 他就才真的 有这个也都用很好 用Duler的行李箱架 所以他用料也非常的不错 然后再来看到车测的话 我们也可以简单看一下 我们刚刚讲的刹车 那通常很多观众会问说 那这样改的多活塞 那原本就是电子手刹车 会不会被废 当然要留的 他有另外对应的 Belfi的一个 就是一个 他已经设定好了 就是他就是那个手刹车的部分 现在业者的其实套件 对应都非常完整 而且重点是现在可以直上 不像我们以前还要去烧狗骨头 干嘛的 现在就非常方便 就非常完整性 然后再来往车尾走的话 当然从上到下看到这个 Mashton的尾翼 这个好大一支 然后刚刚你觉得他的这个设计 其实稍微低一点 我们站高可能看不出来 你站低的 他其实后面下腰的蛮低 蛮低的 而且也是由你刚刚讲的 那种分件式的 然后两边的排气管 也蛮大的一个尾翼 整个的造型 然后搭配一些把智灰 后面还是有拿着 4x4的这个标志 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刚有讲 那基本上这台车是5加2 那他是四口之家 平常其实就用一二排就够了 所以你看他下的行李箱 其实基本上够用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 真的到露营的时候不够用 甚至他下面原本有空间 为什么会不够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把气压的系统 是放在这个杖板下面 他这个很厉害 而且他这个完全是 就是原本的那个高度 并没有增加 那原本就有一些置物空间 他就把他拿来安置了 这个Airlift的系统 加上他Air Force的避震器 他也很讲究 虽然我们看不到 他说他是用这种有外挂氮气瓶 所以对于操控 也是很讲究的爸爸 一般我们就是简单的剪这种 他还是还有氮气瓶 然后搭配这个里面的一个气瓶 相关的一个调校 也是有这个高雄的静态的改造 通常他负责操 我觉得这不错 如果如果是没有家庭 这块应该是透明的 有了家庭之后就要遮在里面 遮在里面 然后就还基本上 你如果要 我有特别问他 你如果真的今天要带了阿公阿嬷三代 童狼出去 也没关系 椅子还是都可以维持 长出来 二三二三排气 现在这个功能都还是维促 而且它气壓避震 下来之后 我觉得拿东西 非常变得非常方便 对非常方便 而且从这个地方看 他的容量各方面 虽然是比那个凸零再大一点 然后他比较高 所以基本上 这个就是我们的SUV的这个优势 好 我们谢谢这个行男 我们来问一下这个Rick 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车已经有新款要上市了 新款上市之后呢 他的差别 COTIC差别在哪边 我们请Rick来看一下 好 刚刚那个行男帮我们介绍 是现行款的COTIC RS 那其实第二代 全新大改款的COTIC 我们之前在九月份的时候 其实也是正式上市 那我们很多媒体也都去 进行一个实地的这个试驾 共办的试驾的活动 他把它放在那个船上面 对 那是原厂特别去 塞的一个拍照点 不过那还蛮特别的 那是一台军舰 有设一个拍照点 那其实这是第二代 大改款的COTIC 有蛮大的一些重点 比如说他的外观 那是全新世代的这个家族 设计的语惠 那我觉得他的内装的部分 确实是有个侧头侧尾的大改变 你看他可能有十寸的 这个中央的出空荧幕 中央的仪表 然后十三寸的这种中央的大 这种出空荧幕 所以整个进去的时候 整个内装的这个科技感 就是会印度演员 就觉得好像非常惊艳 然后再来是内装的这个豪华的感受 我们其实那时候觉得说 虽然说Skoda 他其实这个品牌也是福斯集团旗下的一个进口品牌 但是一般而言 我们的那时候的印象是好像Skoda的品牌 比较多类似这种CP值高 小短短的那种感觉 但其实这次的大改款的COTIC 不然就不一样 因为他内装的那个整个皮椅的这个质感 皮革的采用 还有内装这个铺层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豪华的感受 就是他把之前的这个Skoda的这个品牌的定位 我觉得透过COTIC的发表 稍微把这个品牌定位稍微拉高了一个层次 所以你整个内装的舒适感 还有这个豪华的感受 是真的你去展间看到了 你打开门当下 你坐进去 你马上就可以觉得 这台车跟之前的Skoda确实是不一样 然后再来是动力的部分 跟之前一样都是1.5TSI跟2.0TSI 那2.0TSI就是有4x4的这个四轮传动的系统 所以其实我大概来之前 我其实问过一下 虽然说9月才上市 但是其实在整个销售比例上面 台湾的消费者还是比较偏向 就是1.5TSI的车型 然后2.0 4x4车型也是有 然后销售比例大概是1.5 大概是6 然后2.0TSI大概是4 所以是6比4的这个销售的比例 我觉得还蛮平均的 就没有人说 一定我要到这种LSUV的话 我就一定要这个2.0 或者是500V的车型 所以整个这个 我觉得它这是定价的策略 也非常不错 因为1.5的话 它的定价大概是在100 大概是在100多万 然后再来上2.0的话 其实它的售价也在180万以内 所以基本上这个定价的策略上面 大家可能会比较先偏向1.5 因为我真的假如说真的是有家庭使用的需求 偶尔我会用到5加2或第三排人做的话 我可能并不需要 那我就是当然会偏向价格比较经济实惠 配备也相当好的1.5的这个车型 而且这是1.5跟2.0 他们的配备基本上也很满 你看现在level 2的东西一定不用讲 然后Skoda就是它的安全 被动安全基本上就是招牌 就是9具安全性 全车系基本上都是标配 所以它该给你的这些科技性 豪华感还有安全性等等 我觉得它在这次的这个配置上面 我觉得它都做得相当的到位 好 谢谢Rick 每次我看到后面那两个变形金刚 看起来就原厂也非常非常用心 有一个打卡点 那我们这个国人也非常期待 这台车子 如果你要等性能版的话 可能要再等一等 但是现行车款 其实已经可以去看了 那我们下面 接下来下一段我们来聊一下 就是在这个北美 他们有票选出这个最棒 最不错的家庭用车 有哪些呢 我们待会回来继续聊 好 在我现在身边的这一个呢 是由这个KBB 那个二零二十四年 他们选出家庭用车的推荐名单 当然有一些台湾是没有引进 像是五人座的SUV 比如我们有CRV RN5 然后这个Sparu Outback 那这个七人座呢 有这个Pilot 我上次有来过我们结婚 但是那个水货的中型的 中型的几乎我们台湾 目前七人座的比较少 然后再来MP部分呢 Honda的Odyssey 还有这个Toyota的这个Sienna 那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Rick 因为Rick本身 你也是这个IONIQ 5的车主嘛 那你对这个怎么看 好 其实这次呢 我觉得这是凯伊兰皮书嘛 那其实我觉得他们在北美市场 基本上其实韓系车在这一两年 我觉得在北美市场 他们的表现都不错 不管是妥善率或者消费者的一些 还有服务啦 价格啦 对其实他们都做得还不错 那其实IONIQ 5 接下来又进来台湾 你会是小改款的车型 我之前是去韓国那边 去实地去看小改款的IONIQ 5 那其实IONIQ 5的话 其实有几个蛮大的改变的特点 就是他现在会换上84度大电池 那就是跟IONIQ 5N是一样的大电池 84度 所以还蛮大的 所以然后再来是他的一个对车友来讲 之前的IONIQ 5N车友来讲就是最大诟病就是没有后语刷 那这次小改款他又把后语刷给加上去了 然后又多了一个新的NLINE的车型 就像我们现在台湾的那个现代他也有图上NLINE 所以他基本上IONIQ 5N之後可能会有NLINE 韓国啦 韓国会有NLINE的版本 那当然之后台湾可能引进的什么版本可能不晓得 只是他这次的变革有一些把很多当初IONIQ 5N一推出来的时候 有些小小缺点 或者是消费者会想会比较诟病的地方 基本上都把它改掉 比如说他的内装那个那一片双萤幕 就是他的外框原本都是白色 那现在也会跟IONIQ 5N一样改成黑色的 在这内装的部分 他其实改变没有非常非常多 但是最主要的是我们都知道动力电话车嘛 动力系统很重要 所以他把大电池给加上去 然后马达基本上也会有更新 然后安全系统的话 他又多了一些前镜头跟后镜头 所以当然这些东西我不确定说来台湾会不会是标配 但是以之前来讲 今天来讲 基本上可能会有选配的东西会出现 那价钱 首先我相信消费者很很很注重就是价钱 那其实他们那个费的小孩款 在韩国当地 他们上市的时候 他们售价是跟小孩款钱是一样的 基本上是他们不变 没有涨价 没有涨价 但是其他东西有些会变成选配 比如说像后语刷 基本上他就他当然他不会选配 他就是直接标配 只是说像有一些大部分的 比较高阶的一些舒适的东西 科技的东西 那可能就会用选配的方式 来提供有消费者 那希望在台湾的时候 也会有这么齐全的配备 好 再接下来呢 我们来问一下刑南 刚刚那个上面呢 我们看到这一个 这个有这个七人座中大型 我们来问一下刑南 就是三他废的部分 这个地方 他如果是这个改款 有没有大家很期待的部分 对 我想这个全新 大概可能什么 大概应该有些观众也关注 他等蛮久 因为他毕竟其实去年八月韩国已经发表了 因为神达费的这一代 其实已经在我们记忆中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以前我们都台湾叫山土匪 然后很多人拿去越野之类的 那那个那个造型 跟现在我没有办法完全联想在一起 根本就是不同世代的东西 他联想 有点像defender的味道 对 全新的大改款 那其实可以跟官方预告一下 现在应该会在今年的Q4 就會倒入了 因为我们刚刚说去年八月韩国 然后在北美欧洲都上了嘛 那今年底就有机会来台湾 那他就是维持原本的车格 二三二七人座之外 那可能也有六座 那基本上车格放大 车长跟轴距都大了 大概四到五公分 换言之一定车内的乘坐 包含后箱 表现会比他更好 那除了外观 我们刚刚讲到 有点defender这种方中带圆 方方正正很基礼线条 然后他的前头尾灯 都是H型的这样一个造型之外 我觉得他内装我也很喜欢 他内装就做得更简约 然后也是双十二点三寸 那也有NAPA皮椅 搭配木纹式板 我觉得他也保留了一些的实体的案件在影响跟空调 那我是很喜欢他的内装部分 那当然很关心动力的部分 但他在国外选择非常多 2.5MA 2.5TURBO 1.6TURBO HYBRID PF动力 但我觉得台湾最有可能 应该还是跟原本一样 1.6TURBO HYBRID 很适合台湾 很好的动能跟节能的表现 那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期待 你看他这个内装有多漂亮 我觉得他内装真的很有质感 然后整个的现在韓系的家族化 当然有这样的元素 但他的科技面板加实体的 足够的结合 其实我觉得这台车年底大家等等看会很有看头 对 因为这台我在看国外的一些评论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期待 而且好声不断 这个真的是蛮漂亮 而且真的是跨了一个世代的那个车车款 好 再次来我们来问一下这个老爹 这个听说最近那个Sorrento 他是不是有被拍到这个小改款的一些伪装照之类的 对应该要十月份要上了 还是九月底 因为其实我们车媒大概下礼拜就基本上都要开始公办试驾 那这台车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韓国的资料 就是说第一个当然就是在外观的部分有做了一些蛮大的一个改变 我说蛮大的意思是车尾还好 小身美容 但是在车头呢 差很大 你如果最近有在看所谓的EV9 你有在FollowKia 你看那个EV9 就说原来这个Sorrento的车头造型 有的那个所谓的那个EV9 那个叫我不知道那个什么线条 那个日行灯 对日行灯 对就是那个非常很有折线 蛮立体感的一个车头造型 我觉得这个是在辨识度方面非常抢眼的一个地方 另外当然就是加上他全新事态的一个logo 然后在PowerChain的部分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变动 以目前手上得知的消息就是说台湾的部分可能还是会维持2.2升的一个柴油引擎 再加上1.6升的油电涡轮 那马力跟扭力部分应该不会有做太大的一个调整 然后另外就是在这个除了外观部分 其实内装是蛮大的一个改变 比如说原本8寸的一个中控萤幕 现在改成也改成12.3了 所以它变成是双12.3寸的一个数位仪表跟中控萤幕 然后另外在车内的质感 比如说包含像T字造型的一个用料金属材质 然后包含像座椅的皮革的这个用料也都变得稍微比较高档以外呢 还有一些豪华功能也变得比较好 因为我刚才看那个外国人他用遥控器可以让那个车子前后挪动 对对对 就是在科技配备部分也有提升 但是我们看到基本上都是要嘛是美规版 要嘛是欧规要嘛是韩规 那台湾会不会全部导入这个岛 我现在目前还不知道 但是下礼拜试车基本上就会知道 但是以如果是我啦 我会觉得就是说 以我最近接问到消费者在问的问题 就是我到底要选柴油还是选油电 基本上我因为它那颗油电涡轮真的很厉害 我试过我自己试 它的平均油耗 我市区加高速公路加快速道路 百分之大概就是四十三十这样在跑 大概百分比啦 我试完它平均每一公里可以破每公升可以破二十公里 哇 所以它那个油电其实真的蛮厉害 而且才一点六升 它这么大一台 就很厉害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它整个质感 它包含像七人座六人座 它也会都会提供给你 所以我觉得还蛮值得稍微等一下 如果你最近要买SUV的话 对好 谢谢老爹 就大家最后评语说 等一下等一下再多看看 看一下大家的这个老爹的试驾影片里面 有没有什么前后挪云的功能 我觉得那个功能在台湾真的是太好用了 好 接下来下一段呢 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 刚刚看到推出的MPV 又有哪些车型呢 待会来继续聊 接下来聊到这个MPV呢 本来我是想要问型男的 但是型男现在都开86上山 所以我们就要来问一下这个格兰特 我们的这个Toyota的Sienna 怎么看 Sienna其实我之前在采访也接触过很多部Sienna 其实Sienna目前来讲的话不管是在空间的部分 不管在车子本身的这个油耗的表现 包括它后续的保值性来讲 其实我觉得以同级车两面应该算是数一数二 那我自己是觉得说 之前如果说你开Sienna的话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加上 车上都会在很多的家人在上面 对 那因为毕竟美国车它的底盘部分 可能会比较偏向舒服一点 比较软一些些 比较Q 台湾山路又多那怎么办呢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避震器换掉 换避震器 改革性 我以为你要说出什么来 对 你那个方法也是蛮不错的 改避震器 那当然想说改避震器会不会太硬 其实不用 我们原则上我们就会尽量建议 就是挑选那种跟原厂 一样的一个结构 就是副桶式的一个避震器 然后是偏向舒适的 那刚好在德国部分 KW他有推出这个Sienna 专用的一个道路版的 舒适型的一个改装避震器 因为他们德国人也觉得软 他们就干脆把它出一组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避震器 换了之后 不管是在家人的乘坐上 或者是在上路的一个操控部分 都可以面面俱大地来建议 而且比较不会那个晕车 如果是你在台湾山路上晃了晃去 地球王机械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事报道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踩下油门 地球王机械邀您一起上线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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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